请打赞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感谢的是两位主创与核心编剧 大卫贝尼奥夫和蒂毕维斯 是这两位天纵奇才将一代神剧敷衍收尾 用平庸和乏味来形容这个大结局显得非常客气 用垃圾和狗屎来形容则不够解恨 虽然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但这个结局烂得让人从生气到笑出声 虽然有无数的up主和粉丝预想了各种理论 估计也万没想到这两位编剧实在是菜了抠脚 尽管服装美术摄影和配乐都保持了全游正常的水准 但令人悲哀的是第六集的剧情每一分钟都是垃圾 完全没有达到观众一再放低的期待 在这样荒腔走板的剧情之下 谈论合理与否显得异常滑稽 两位主创所想的只是尽快结尾 强行结局罢了 好了以下的内容包含剧透 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倒也不妨看看我这个剧透的内容 因为你认真看完最后一集的80分钟 有极大的可能会比我还要生气和愤怒 甚至希望这个版本的结局是假的 只是做了一场梦而已 言归正传 经历了上一集的烈焰图成之后 反映在这一集片头中 君临的城墙被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铁王座上方的兰尼斯特狮子家徽已经消失 令人略微伤感的是 这也许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这个充满创意的全游片头 与拉敏·加瓦迪创作的主题曲了 君临的沦陷伴随了女王丹尼利斯打开杀戒 无数城中的百姓 特别是孩子惨遭杀害 小恶魔沿途看到了不少小孩的尸体 空气中弥漫着烟灰与尘土 这座往日繁华的都城变得如同废墟 穷恩许诺和洋葱骑士戴佛斯 同样看到了惨不忍睹累累的尸骸 小恶魔希望找到哥哥詹姆与姐姐瑟西的下落 作为观众我们知道 在上一集中 詹姆与瑟西共同死于坍塌的地下室中 在一旁的贝街小巷里 无垢者准备处决军林守军的俘虏 穷恩虽然试图阻止灰虫子 但这是丹尼利斯的命令 穷恩也无可奈何 作为胜利者 女王和他的军队依然不依不饶 曾经的解放者如今的做法 却十分暴力 没有丝毫的怜悯 弥漫的灰尘如同雪花 覆盖了整个军林 曾经国王御前会议的房间一片狼藉 小恶魔捡起了火把 继续搜寻着亲人的踪迹 他钻过乱尸的缝隙来到红宝的地下室 在这个曾经安放巨龙贝勒里恩龙骨的地方 发现了詹米与瑟西相拥的尸体 曾经的莱尼斯特家族几乎全部死于非命 小恶魔的眼中是无尽痛苦的泪水 而在埃利亚斯塔克与穷恩雪诺眼中 女王和他的军队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破碎的红宝高墙上 悬挂着塔格利安家族巨幅的旗帜 女王御龙而来准备向自己的士兵们发表演说 远处巨龙卓梗展开的龙翼 恰好如同丹尼利斯的翅膀 虽然这一集的剧情真心不怎么样 但这个镜头处理的非常好 视觉效果没得说 女王缓缓走向前台 用激昂的演讲 鼓动与赞美多萨拉克与无垢者的辉煌战功 并誓言继续征服不愿臣服的地狱 赤风灰虫子为女王军队的总指挥官 丹尼利斯宣称要将战争继续下去 从北境到多恩 从兰尼斯港到奎尔斯 从盛夏群岛到玉海 男女老少都将会成为女王的臣民 然而心灰意冷的小恶魔不愿再为女王服务 扔下了女王之手的凶针 他也被丹尼利斯斥责背叛 因为小恶魔偷偷放走了囚犯詹姆 就像很多人包括我预测的那样 小恶魔随即被捕 面临审判和处决 与此同时 穷雯与女王的关系看起来欲加隔阂 埃莉娅悄无声息的出现在穷雯身旁提醒她 北境与山沙不会向丹尼利斯沉浮 而女王得知了穷雯的真实身份 也将会视穷雯为铁王座的威胁者 难免会动杀心 接着就是小恶魔在狱中与穷雯的见面 第八季最大的问题 不仅是糟糕的剧情 还有毫无看点的台词对话 穷雯似乎只会说 She's my queen 小恶魔奉劝穷雯的话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说服力 小恶魔的核心意思是 女王不会放下屠刀 会继续铁鱼血的暴力征服 这句台词是编剧想要极力表达的内容 除了小恶魔 穷雯以及史塔克姐妹 都有可能将来死于女王的处决 第八季经常难以让人容忍的地方就在于此 看起来编剧为剧情的强行发展 做了所谓的铺垫 可在观众眼中都看起来十分突兀 与不合情理 缺少了原著中灰蛇草线 浮衍千里的安排 只能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穷雯遇到巨龙卓梗的场面 多少有些意外 这时的灰烬看起来更像是雪花 覆盖了灼梗的身体 巨龙缓缓的出现在镜头前 以及穷恩在黑暗中淡出 女王在黑暗中淡入 这个视听语言的编排同样挺出彩 好莱坞影视工业的强大实力 保证了镜头的水准 但实在挽救不了全游崩坏的剧情 丹尼利斯缓缓走进灰尘 或是雪花覆盖的铁王座大厅 轻轻抚摸着这座梦寐以求的王座 这个场景呼应了第二季第十集的画面 那个时候是女王走进奎尔斯的不朽神殿 看到了如今现实的类似幻象 而此时的穷恩出现在画面的远处 从模糊渐渐变得清晰 终于在这一幕 我们看到了编剧急切收尾的潦草 女王的暴行变成了这对情侣争吵的导火索 台词让人十分尴尬 浅显缺乏深度 让全游变成了一场穷摇剧 在亲吻中穷恩亲手杀死了女王丹尼丽丝 这侦探娘的是扯淡 悲痛的巨龙啄梗 闻到了丹尼丽丝死亡的味道 迸发出巨大的悲鸣 龙焰却喷向了铁王座 直至将其彻底融化销毁 似乎真正杀死女王的是这罪恶的铁王座 而不是杀死爱人的穷恩雪诺 悲伤的巨龙带走了女王的尸体 渐渐的飞向了远方不知所踪 我们曾经构想了全游的种种结局 却真的没有料到是如此的敷衍草率 比起叶王来说 女王之死更像是一场闹剧 这场宫廷血案之后 灰虫子竟然还能保持镇静 带着囚犯小恶魔来到七大王国各位领主的面前 这场戏的目的无非是要安排谁来接任国王 编剧果然是脑洞大开 借由小恶魔之口提议推举布兰登史塔克 而且以后国王的人选都是由各大领主推选 万万没想到啊 本来以为穷恩雪诺会黄袍加身 居然会推举残疾且没有生育能力的布兰接任国王 这已经不是合理不合理的范畴 简直是华天下之大吉 小恶魔的理由居然是布兰的身上拥有传奇般的故事 但是泉游让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 原著中十几个人物的POV同时展开 这么多人物身上都有极为精彩的往事 和十分复杂的性格和命运 Brand Broken听起来倒像是当代的罗斯福 铁王座虽然没了 好在布兰还有轮椅 成为国王的他任命小恶魔 继续担任国王之首一职 来弥补他曾经犯过的错误 北京不愿再向任何国王臣服 珊瑟决定恢复史塔克家族的传统 恢复之前独立王国的地位 在北京漫长的历史中 史塔克家族是七大王国中 唯一成功抵御了安达尔人的入侵 在塔格利安家族征服的过程中 托伦史塔克国王不战而降 臣服于伊耿塔格利安一世 北京之王自此变成了北京公爵和北京守护 为了平息多斯拉克与无垢者的怒火 沦为阶下囚的穷恩雪诺被国王布兰 重新送往黑城堡做守夜人 可是问题来了 夜王和异鬼都没了 绝境长城和黑城堡留着还有什么用呢 灰虫子则带着无垢者和舰队 准备前往弥桑代的故乡纳斯岛 穷恩与史塔克的家人一一告别 埃里亚将会带上地图 去探索维斯特洛未知的地狱 美人布雷尼则接任了御林铁卫 他翻阅着名册上历任国王护卫的传记 在詹姆·莱尼斯特这一页上注视良久 拿起笔为自己曾经心爱的恋人补全事迹 回顾了詹姆自愿前往临东城抵御异鬼入侵 而最后的那句话是 在保护色心女王的过程中死去 此刻的布雷尼努力抑制住眼中的泪水 尘埃落定之后 小恶魔摆好御前会议的椅子 出席的重臣有洋葱骑士戴佛斯 还有曾经的拥兵波隆 山姆·威尔塔利成为了国王的大学士 前任学士埃卜罗斯 曾经将国王劳博死后的战争编写成书籍 山姆为此书起名为兵与火之歌 布兰作为国王出席的御前会议 简要询问了目前空缺的内阁人选 以及巨龙卓梗的去向 在这里我们看到波德瑞克也成为了国王的护卫 波隆此刻的身份已经贵为和安帝与高庭的领主 兼任王国的财政大臣 他表示将会还清王室的债务 在小恶魔首相的主导下 他们研究休养生息 重建整个王国 镜头来到黑城堡 穷恩雪诺终于重归故地 这一次他见到了老朋友托蒙德 以及自己的冰原狼白灵 我们之前曾经吐槽 穷恩南下没有和白灵告别 这一次2DB终于满足了观众这个小小的心愿 埃利亚带上了地图登上舰船 驶向了不可预知的未来 穷恩雪诺带领着曾经共同战斗的野人 穿越长城向北 将他们送回往日的故乡 临东城女公爵珊傻 在封城的拥护下 正式加冕为北京王国的女王 随着《权力的游戏》主题曲 再一次的响起 这个营绕观众心头9年的故事 正式收尾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 本来就已经做了思想准备 不会对大结局抱有太多的期望 然而两位编剧给出的剧情还是让人大跌眼镜 第六集的评分在RMDB上来到了5.2分 估计还要持续走低 创下这部剧集的记录 有很多朋友觉得没有了马丁的援助 两位编剧的水平暴露无遗 我倒是觉得已经不是水平的问题 而是这两位的态度实在是让人难以公为 他们的心态怕是已经厌倦了全游 只是希望草草收尾 好去接下一个活 这两位如此敷衍的态度 很难让人不去担心未来几部星球大战的水准 星球大战天行者崛起按照计划 是由JJ·埃布拉姆斯指导 2019年的12月上映 在上一周作为卢卡斯影业的母公司 迪士尼的高层表示 未来的几部星战将会由大卫被尿夫和蒂毕卫斯接手 各位星战迷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馆长聊影的内容 欢迎收看并订阅我的视频 我是张馆长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